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该如何有智慧的使用我们的口呢? 那今天我们来思考的经文曲子《真言》12章18节 说话浮躁,优如此刀,智慧人的舌头却能医治 这段经文其实提供了我们两个画面 那第一个画面是说话浮躁,优如此刀 如果我们去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它是一个怎样的画面呢? 那这个画面其实是一个暴力的画面 你可以想象一个经文形容一个说话浮躁的人 好像拿着一把利刀在刺人 当你浮躁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拿着一把利刀 刺进人,让人伤害人,留下伤口,留下这个刀把 这个是说话浮躁,优如此刀 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人会说话浮躁呢? 想一想,很多时候什么样的话语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点会让我们浮躁 或者我们的用词就是pick take 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容易触到我们的怒点 或者我们容易烦躁的地方呢? 那我想,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如果是我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人家做不到一个打 打不到我标准的时候 我容易pick take或者容易满脏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处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是会有一些情绪 那当我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做什么呢? 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口来把我们这一个的浮躁表达出来 那按照常理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自己错的 因为一定是对方做错了 才导致我们这样子嘛 对不对? 按常理来讲是这样子的 可是经文却很微妙地提醒每一个说话的人 只要我们说话浮躁 在浮躁的时候说话呢 它是一把刺到来的 不管是什么点或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浮躁 只要我们在这个时候说出话来 它就会伤害人 那可能你会问 其实浮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那其实浮躁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说话的那个人 只顾到自己的心 没有体贴别人的心 当我们只顾着自己的心的时候 只顾着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容易有如此到这样子 刺进人的心里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经文提醒我们 一个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智慧人的蛇 他说能医治 那这一句话其实很微妙的也提供了另外一个画面 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画面呢? 是一个看诊的画面 看诊的画面 我们都有去过clinic 我们都有去过诊所看诊 当我们进到诊所看诊的时候 医生会怎么做? 医生会直接去判断我们吗? 还是医生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我想医生他都会先去检查我们的状况 聆听这个病人的这个状况 才能找出问题 对症下药 那经文里面提到 智慧人的蛇能医治 那其实就在提醒我们 提醒每一个说话的人 都应该从医生的角度出发 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应该像医生 我们要学习去聆听 要学习去检查对方的状况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说出对的话 而这一个的话能够带来什么? 最终是带来医治 弟兄姐妹 这是经文给我们的这个提醒 好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要忘记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话 他讲当我们学习从医生的角度去说话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说出智慧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一张会说话的口 主啊 帮助我们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顾自己的心 我们更懂得如何去体贴别人的心 更懂得去顾及别人的心 以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一种医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去说出对症下药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